大家好,我是沖神,歡迎身體沖出來游 今天繼續在南京活動 上一集介紹了一間燒烤的餐廳 今集要介紹一下地道的南京菜 歡迎來到唐屋老南京菜館 店舖中的裝修很光猛,看到現場客人不少 充滿現代感的天花板,再配上復古桌子和板凳 加上場上有一句,這一世唯一放不下的就是筷子 看下去這間店的確有意思 初落尼亞介紹一下今晚的菜 啟菜半雞絲,開胃,推介鴨 金陵雙拼,也即是烤鴨拼鹽水鴨 南京名菜,必食 秋豆腐肥腸煲,真的挺臭的 味道可以,但肥腸不夠多 鴨舌牛蛙煲和小龍蝦我沒食 同行朋友的喜好我不評價 炒牛肉,正常 金陵湯包,我帶著小龍包的心情去吃,覺得味道一般 牛肉丸,OK的 四位我們埋單人民幣608元,還有甜品菜 值得一試的一間餐廳 關注我,繼續帶你們去吃喝玩樂 我們下次再見,拜拜